就是说当时晚上就是车团 我没有发现的位置 这个尺寸大约是15到20公分 就拐到这个地方位置 当时因为是满潮 满潮的钓鱼的人特别特别多 肯定是甩的过程当中 鱼杆肯定没有打到 肯定是鱼汁在空中形成半壶的过程当中 给我打到的 绝对不安全 你看你从远处看 那些杆子就跟猪肝似的 在那哗啦哗啦的 你要往那走的话 是不是就能挂到你 你那个狗子 我老天呀 应该管管我 你这样往那走太不安全 从小就在这边玩 鱼群它刚好回落到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但是要注意后边的鱼行的 那也没趣 尤其上日这些吧 它都是一些摟把手 一看一来弄鱼 它一来弄鱼 连看不看什么的 就用上鱼 我只能说是规券 因为法律上并没有界定 到底是谁来管这个事 掉下来以后它卖 就跟那个小商小贩的 那场馆的话就可以处罚它 你这个居民自娱自乐的这种 对你就比较难 感谢大家